今年人民幣在2月開始由升轉跌 創過今年低位6.26的水平 最多跌超過3% 就算近日表現回穩 但已經扭轉市場對人民幣有升無跌的預期 有本地銀行就趁勢推出 與人民幣匯價掛勾可以體談的結構性存款產品 如果投資者預期人民幣9個月後的貶值幅度 達到1630點子或以上 而到時人民幣的走勢與預期一樣 就可以享有最高6.8厘的回報 有從事人民幣業務的人士認為 市場未來會推出更多類似的產品 其實以前所謂單邊升值的趨勢 對於一個貨幣的發展 或者人民幣國際化 其實真的不是太健康 因為最終貨幣要在一個國際市場裏面 被接受的、被使用的 或者交易量要提高的話 沒有可能是單邊 如果你說市況是適合兩邊均衡發展的 我們就升值邊值的產品都會有的 接下來我相信兩邊的產品的需求 都會慢慢慢慢出現 民航會因應都會設計一些新的產品出來的 近期有市場人士開始看探人民幣 憂慮中央會壓低人民幣匯價刺激出口 但眼見聞認為 近日出口情況改善 中央已經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 五月份的出口增長 都去到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去到百分之七 其實都扭轉了之前二、三月的負增長 或者四月份的只有0.9%增長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自己看 就反而覺得 如果繼續將人民幣 是維持一個貶值的趨勢 其實可能中國政府 或者央行那邊都要考慮 另一個情況就是資金流出的問題 資金流出可能會令到經濟 面對另一方面的壓力 因為少了資金流在中國經濟體系裏 不論對於投資市場也好 或者資金市場也好 都是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對於中國經濟會樂觀一些 相對人民幣的匯價也會樂觀一些 因為其實去到這個階段的話 似乎指標都是指向比較正面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 再下行的壓力 就相對之前已經減少了很多 除了經濟因素外 硬健文也都指出 中國和美國的政治角力 有機會左右下半年人民幣的走勢 美國政府可能通過一些財長會談 或者一些高層的會議的時候 可能會再次對於中國的會價都會施壓力 接下來第一次會議應該在下個月財長會議 似乎已經開始都放了封出來 說到時人民幣會價 就是會再次擺在那個疫情當中 所以相信下個月就已經會再出現一些 政治因素對於人民幣的影響 會有一個影響在那裡 近日人民幣有反彈跡象 6月份人民幣回升 硬健文預計 人民幣中間價在年底有機會 反彈至去年底大約6.08的水平